中美冷戰 中概股3天蒸發5,000億美元 5號線究竟多少人遇難? 布林肯仿任直踩王毅三條底線 布林肯說 美印是世界上最重要關係 高層蒸發系主導 孫大午被重判18年 中國隊不敵日本 小粉紅開馬 湖南劇場2,000觀眾被連高風險 壹傳媒再遭追殺 當局調查股權 中共要求摩勒哥逮捕維吾爾流亡人士 北京、廣東同時發生重大火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9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在中美關係持續全面緊張之際 北京聯絡重手整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 導致在紐約上市的中國科技股 3天暴跌超過20% 市值蒸發5,000億美元 而市場的恐慌情緒 也開始滲透到人民幣和債券市場 有分析認為這是中美冷戰的信號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 中國和香港股市由22日以來 已經蒸發近1.5兆美元 國際金融協會表示 27日外資從中國股市撤出6億美元 26日的外流規模高達20億美元 除了股票市場外 中國十年期國債期貨下跌0.35% 人民幣也跌至4個月來低位 為穩定市場情緒 官媒《證券時報》和《中國證券報》 週三頭版發文稱 A股不存在系統性風險 金融市場的短時波動難以持久 外資增持人民幣資產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外媒報導指 隨著北京近期連續出台打壓私營教育企業 出租車平台、科技及網絡 甚至外賣平台的政策 中概股以不服黃色恐成明日黃化 BBC分析 中共一系列重磅打擊自家公司的政策 其實是中美冷戰的訊號 前英駐華外交官 蓋斯德告訴BBC 由於美國外國公司問責法即將執行 中美之間就中概股是否退市和如何退市 必將有一場巨大的碰撞 並導致巨大危機 美國著名經濟學者羅奇也認為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 對中港官員的制裁 警告企業不要與中國公司打交道等 都認同冷戰的訊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印度 將於7月28日與印度總理莫迪等官員會談 當日在披露布林肯訪問印度的具體行程前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先公開表示 當時布林肯28日在新德里 會見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馬的代表 此舉可為席彩王毅兩天前 在天津對布林肯副首謝爾曼 提出所謂的三條底線 這亦是至達賴喇馬在2016年 在華盛頓會見時任總統奧巴馬以來 美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的接觸 清朝滅亡後 直至國共內戰時期 西藏有獨立的政府 1949年中共建政後 以統戰及出兵入侵方式佔領西藏 北京將此稱為和平解放 藏人及包括1979年後的蘇聯在內西方世界 稱之為入侵 1959年達賴喇馬在藏人反對中共的武裝衝突失敗後 離開西藏到印度 1960年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該政府主張康巴、衛藏、安多等地區為他們的領土 這些地區大部分 因由中共實際控制 因為涉及對中共最為敏感的權力爭奪 當局在國內一直屏蔽達賴喇馬的消息 近年來 隨著對中共人權紀錄的批評越來越多 以及西方對抗中共力度越來越大 各國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聯繫逐漸密切 去年11月 西藏流亡政府的前負責人 落雙雙格訪問白宮 這是60年來首次 一個月後 美國國會通過了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 就在布林肯會晤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兩天前 7月26日 中共外交部通報稱 王毅當時對到訪的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 畫出中美關係中北京的三條底線 1、美國不得挑戰、詆毀甚至試圖顛覆中共制度 2、美國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3、美國不得侵犯中共主權和領土 達賴和流亡政府的存在 可被視為對中共制度及其主權的直接挑戰 布林肯和他們的代表會誤 美國國務院立刻公告天下 就是直踩王毅和中共的底線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7月28日正式展開 週陰以來對印度的首次訪問 他公開強調美印關係的重要 與此同時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是北京會誤塔利班代表 布林肯將和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 及其他官員舉行會誤 然後前往會見印度總理莫迪 布林肯將討論中共病毒疫苗供應 阿富汗安全局勢及印度人權紀錄等問題 觀察人士預計 雙方將為共同對抗中共 而尋求心法合作並消除分歧 在28日布林肯在新德里一家酒店 對民間社會領導人發表 講話時表示 美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是 世界上最重要關係之一 他講 印度人民和美國人民都相信 人的尊嚴和機會均等 法治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內的基本自由 這些是好像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家的基本信條 當然我們兩個民主國家都在進行 作為朋友 我們在談的是這個話題 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通報稱 華毅在天津會見到訪的阿富汗 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一行 塔利班在一份聲明中呼應北京稱 由9人組成的代表團回見了華毅 就所謂的阿富汗和平進程和安全問題進行了會談 今次訪問是認中共的邀請進行的 隨著美國撤軍 塔利班死灰復然 在阿富汗頻繁製造暴力事件 中共在這個敏感時期邀請塔利班訪華 等於認可了該叛亂組織的國際地位 有中國良心企業家之稱的 河北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 在7月28日被中共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 以罪中衝擊國家機關罪等8個罪名 一審重判入獄18年 孫大午的8個罪名包括 妨礙公務、罪中衝擊國家機關、破壞生產經營、 強迫交易、非法採礦、非法佔用農用地、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以及尋釁滋事 今年67歲的孫大午 18年後是85歲 本案的20個被告人中 除了6人獲換刑外 其他人都被判有期徒刑及處罰金 其中孫大午三兄弟及其兒子刑期最重 大仔孫盟被判囚12年 兩個弟弟孫德華和孫志華 分別被判入獄12年和9年 同被列為被告的大午集團 被判罰金高達3,050萬元人民幣 並被追繳1,447萬 民間評論說 這是中共滅滿 孫大午案的律師團隨即發布聲明 表示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法律審判 指警方對孫大午等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法院急於強推案件進程 連續14天超過12小時的高強度疲勞審判 而且對複雜案件當庭宣判 都不是正常操作 團隊表示將協助當事人上訴、申訴 直到所有合法手段用盡 又懇請外界繼續關注案件 及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環境 以及中國人權法治狀況 原北京律師劉曉元在推特上說 本案28日上午先走完被告人最後陳述的程序 沒想到下午就當庭宣判 可想而知如何判決早已搞定 十幾天的庭審不過是走個程序而已 這宗案件看來似辦案機關層級不高 只是一個軟級市公檢法辦理 但主導案件辦理的機關層級應該很高 孫第五一直被外界視為感言企業家 他曾經在公司網站 刊登悼念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文章 並在2015年中共709大抓捕時 威為權律師發聲 東京奧運會體操男子個人全能決賽28日落幕 中國選手蕭若騰 輸給日本選手喬本大輝獲得銀牌 激到小粉紅氣急敗壞 今次比賽喬本大輝以總分88.465 高過蕭若騰的88.065 結果一出 包括官媒新浪體育在內 很多人在微博批評裁判不公 除了大鬧裁判外 推特 IG上不少中國網民對喬本展開人身攻擊 罵他是假冠軍 日本國齒等 之前 乒乓球男女混雙賽中 日本隊逆轉中國隊奪金 日本選手水谷準 伊藤美成 也受到中國網友攻擊 據健康時報報道 南京市Delta變種病毒疫情持續擴散 7月26日、27日 4名大連無症狀確診者 在南京疫情的傳播鏈上 他們22日晚上 都曾經在觀光聖地 湖南張家界的 魅力雙西劇場觀看演出 而且坐在前後排 同一場的所有觀眾 都已列為高風險人群 大約2,000多人 劇場方面 28日宣布停演一個星期 陷入困境的香港蘋果日報 及其母公司一串媒集團 今天進一步受到香港政府的追殺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龐曼士表示 當局決定根據公司條例的規定 委任審查員調查一串媒的業務 理由是懷疑該公司 涉嫌不公平地損害股東和債權 日利益等 陳茂波說 審查員會在6個月內提交報告 這是香港二十多年來 首次根據這個條例 進行這類調查 據美聯社報導 摩洛哥政府 認中共要求 7月20日在摩洛哥 卡薩布蘭卡國際機場 逮捕在此轉機的維吾爾流亡人士 中共正準備將目前 居住在土耳其的艾山伊地爾斯 引渡回中國 案件令更多人擔憂 中國治外法權的延伸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7月28日早上7時半左右 北京朝陽區世茂大廈發生火災 煙場濃煙滾滾 官方稱 8點左右大火已經撲滅 未造成人員傷亡 公開資料顯示 北京世茂大廈 坐落在北京長安街 建國爐南側國務核心區 是香港世茂集團 在北京商務中心區 CBD投資的寫字樓項目 國務、萬達廣場、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北京電視台等都近在此尺 一旦火勢蔓延 損失不可估量 同日早上8點左右 廣東省、東莞、上平鎮、 上平大道、跨鐵路橋附近 一家家司廠發生大火 現場不僅濃煙滾滾 而且可見到大片火光 顯然廠房連片起火 官方亦稱沒有人員傷亡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